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小龙主播间 欢迎大家 小龙是一个海外旅游主播 咱们主要是在老卧给大家分享看大象的 老铁们喜欢看大象的可以帮小龙点点关注 小龙刚刚开播 这是咱们的捆 今年是50岁 这头大象今年50岁了 咱们这个象园有11头大象 有11头 有8头是母象 只有3头是公象 这外面都是大象 咱们这里是一个旅游景点 是一个骑大象的大象员 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小龙主播间 欢迎大家 小龙是一个海外旅游主播 咱们主要是在老卧给大家分享看骑大象的 喜欢看骑大象的老铁们 咱们可以帮小龙点点关注好吧 点点关注 嗯 这是捆的这前面这头大象 它叫捆 今年是50岁了 这头大象50岁了 那边那头是孕妇象 咱们那边那头大象已经是怀上宝宝了 啊 最聪明的在那里 最聪明的在丛林里面那头 那头是石门 石门今年25岁 哦 吓到了 还有这边这一头 这边这头是咱们的宋人 宋人 宋人今年35岁啊 35岁 呃 过去那边 那个是石门困的 石门困今天是39岁 最聪明的姐姐在那里啊 最聪明的石门 石门在那里啊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小龙直播间 欢迎大家 小龙是一个海外旅游主播 咱们主要是在老卧给大家分享看大象的 喜欢看大象的可以帮小龙点点关注好吧 点点关注 咱们是每天早上的八点半的 国内时间八点半 到下午的一点啊 到下午一点 咱们在这个项园给大家直播看大象的 现在老卧时间只有七点三十三分了 还差还有十九二十分钟吗 咱们这个项主人要上班了 嗯 听姐早上好听姐 我今天都本来不想开播的 阿爸 阿爸 谢谢我听姐的助力榜啊 谢谢听姐的 嗯 听姐今天怎么那么做啊 听姐 这大姨怎么今天不吃我的 不吃就算了 不吃 头痛啊 哼 没睡好啊 一整晚没睡好 昨晚上 别走来了 老卧时间现在七点三十四分了 咱们国内的话是八点三十四的 咱们这个老卧和咱们大中国 时差一小时了 嗯 时差一小时 今天不用买菜啊 今天星期二不用买菜啊 点一个外卖就行了是吧 啊 这是咱们的大姨啊 大姨 今天五十岁啊 这头大象是咱们这个项羽里面最老的一头 五十岁了 呃 那边那头是 孕妇象 那头是 只有三十五岁 那头大象怀上宝宝了 咱们这里十一头大象啊 十一头大象 还有一头在丛林里面 十一头大象有两头母象怀上宝宝了 也一头特别年轻的 十五岁的小象在那里啊 咱们这头是五十岁的大象 五十岁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小龙直播间 欢迎大家 没点关注啊老铁们没点关注的帮小龙点点关注吧 点点关注 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每天带大家看大象 咱们再稍等个十来分钟 好吧 十来分钟 向主人上班了 咱们要把这里的所有的大象要赶回去 给他洗澡吃早餐 还有给他们 绑坐凳了 欢迎大家 欢迎不可疑啊 不可疑早上好不可疑 不可疑今天也比较早啊 谢谢我不可疑的助力帮谢谢 你去找小哥拿个头痛腾吃吃了就不痛不头痛 没事 下午回去好好休息就就行 下午回去休息吧 昨天我睡的中午睡的比较好的 昨天中午睡了两个半小时 以后晚上的话昨天晚上也不是很困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小龙主播间 欢迎大家 小龙是一个海外旅游主播 咱们是在老窝给大家分享看大象 老天们老天们 喜欢看大象的可以帮小龙点点免费的关注 好吧 点点关注 关注主播迷路 主播每天也带大家看大象 小龙要填外套吗 不要找两大名 不可疑谢谢不可疑 我没有外套呀 我在老窝甚至没有冷天的衣服 我刚来老窝那时候我就穿了一件长袖 一条比较厚的裤子就来老窝了 连外套都没戴 甚至到现在啊 现在我只有我现在只穿了一件长袖 里面穿了一件短袖 外面披了一件这个防下 防下衣 大姨在干嘛大姨 大姨在生懒腰啊大姨 有的时候真的佩服你啊 头痛也能 啊这不是很头痛 这是没睡好的问题啊 停卖 停卖 我要佩服你哥 老乡早啊老乡 谢谢老乡的画画谢谢老乡 今天不是很冷啊今天没风 昨天冷一点 今天没风景啊还没有太阳 这个天气是 这个天气是那个吧 多云吧 干活了 抓个几节干啥活啊 抓个几节干啥活呢 谢谢我抓个几节的助力吧 谢谢抓个几节 我们去看死呗吧 啊早上都没有去看死呗 死呗的话 离他 远一点嘛 我怕他这个 晃来晃去的晃到我 我是哪里不舒服 我马上吃饭 因为我病了就没带孩子 请个保姆呗 这个挺家啊这个挺妹 请请个保姆怎么说 咱们这个项羽里面啊全都是大象啊 那一头是孕妇项 咱们那边那一头是孕妇项 这一头是39岁的妈妈 她的女儿在这边 她的女儿现在咱们去看她的女儿 特别聪明啊 晃来晃去的 妹妹大家早上好了 妹妹大家